别克车展推出一款全新车型 能否让我们众多朋友满意 这款车就是别克全新车型 别克昂扬 同时作为全新款的车型 确实发生变化是非常大 今天细细来看 首先新款车型采用了别克全新logo造型 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精致的 除了全新的logo之外 整台车的全新设计 找不到丝毫别克家族化的影子 在造型上拼向于尖锐感的风格 大灯采用了分体式的风格 上方是尖锐式的LED 下方才是远近光灯 以及粗壮的疗牙式度格 下进去格栅 中网式熏黑的 这一点跟别克家族化的车型完全脱离 不过在视觉感受方面 还是非常具有激进感 再来看一下侧身 这款车定位是一款轿跑式的SUV车型 从侧身来看 很明显能够感受到 6倍式的车顶上翘的压尾 车长4638毫米 车宽1816毫米 车高1565毫米 轴距2700毫米的车身尺寸 整个侧身线条简约 俯冲式设计 有着较好的肌肉感 轮煤采用了高亮色的黑色包围 显得更加具有运动感一些 而且轮胎呢 同样也是采用了大轮胎 马牌18英寸 加入黑色铝合金轮毂红色运动卡钳 在车身尾部形成了一个压尾 众多的轿跑式SUV车型 基本上都会给出一个压尾造型 作为全新款的车型 尾灯也跟家族化是完全不同的 采用这种细长的设计方式 当然主要体验的还是尖锐感的造型 后备箱空间在储物方面表现还不错 个人预测应该是在500升左右 再来体验一下在内饰方面 这款车很明显 它的定位就是一款紧凑型SUV车型 毕竟别克缺少这样一款车 因为像昂克V Plus 已经达到了中型SUV车型了 这款车来感受一下它的空间 我是1米8的身高 160斤的体重 在这台车的前排 我把座椅调到最下方 头部空间两指 较跑式的车型 在头部空间方面都略为偏畅一些 不过座椅在乘坐感受方面还都不错 这款车也给出了 迷你比较可观的软质材料 不过它的梯台位置是高亮色的装饰板 这种板不好的地方就是容易沾指纹 三幅式多功能发展盘 加入皮质包裹 可惜没有打孔工艺 平底化的造型也体现出运动风格 它的整个中控台在设计上 也是非常不具有家族化的 这种设计风格很明显比较运动以及科技 采用了曲面屏 连屏式的设计风格 个人预计应该都是标配12.3英寸的配置 再来感受一下在这款车的后排 像我这种身高 在这台车的后排 头部空间不足两指 溜背式的车艇也造成了 它头部空间略为偏弱 也很正常 座椅在乘坐感受方面 它的座椅软硬适中 相对来说是吧 运动的车型也是可以理解的 它的后排空间这个位置 是采用了纯屏的地台 以及有着较为不错的便捷配置 后排出风口 两个充电接口 一个是Type-C 一个是USB 这款车在动力方面 据了解将会采用 阿凡达的1.5T涡轮增压反动机 应该是属于跟安克维Plus的那一款动力保持一致 211匹马力 传动系统应该是CVT变速箱的动力总成 至于以后能不能推出2.0T版本车型 目前还不好说 从尺寸上其实不难发现 这款车就应该是一款紧凑型SUV车型 在别克旗下 还有一款车就是别克GX 但是那款车是A.3T三缸发动机的车型 在市场当中 销量也确实是比较偏差 而这款车 它很有可能就是为了 顶地别克安克拉GX那一款车型 毕竟四缸发动机和三缸发动机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但是呢 它作为一款6倍式的跨界车型 个人觉得它的市场前景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整个市场当中的跨界车型 大多都是如此 那么价格呢 我个人预计应该会在16万左右 再加上比较大的一些优惠政策 让这款车能够贴近到12或者是13万 不知道大家对于别克昂扬这款车 还有什么看法